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经过 对 你也经过了 有什么感觉 观感 就是交通歧睹 那边歧通上不让开 没错 没错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这几天 一直有人在问我 说你们怎么不讲钓鱼岛 这都游行的 都风头火势的 所以我得跟大家解释 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就这两天录像 所以注定我们就是个马后炮的节目 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一直在观察 一直包括我们的记者 我们的主持人都在亮马桥附近在观察 比方说我们其中一位记者拍了一段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看一下亮马桥路 就是日本大使馆门前游行的一个状况 这边是带声音的 小鱼岛 中国的 小日本 欢迎出去 小鱼岛 中国的 小日本 欢迎出去 你看 我给大家出的都是理性的 比较可以作为模范样板的 对吧 当然我们也汇集了一些照片 也可以跟大家看看 就没趣的朋友 你可以一起领略气氛 这是在河南商丘 毛主席也出来了 再看下一张 这是盛况 你看中日宣战 血洗东京 这个东西 人山人海 在全国多个城市了 你再看下面 这就是文明侠耳的杂车片段 再看下面 你看这也是我们在北京街头看到的 这北京方言不服打压 这还是理性爱国 还是这个状况 看见没有 要什么 要钱捐钱 要命捐命 这叫理性吗 你的标志太低了 这是他的理性 来来来看下边 这位老伯 你瞧 穿成这样 转了一圈 在街上转 说老汉今年78 难忘南京大屠杀 亲眼什么目睹 枪毙古兽夫 玩火自焚 遭唾骂 什么等等 再看下边 这就是亮马桥路 你知道这条路不让走车了 就是专给游行的走 然后你看下边 这西安的一位小哥 我就说真善良 你知道他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前方什么 前方杂车 日系掉头 前方杂车 日系掉头 提示 提示 没错 要谢谢他 没错 我就觉得这小哥 心里的这点天良 他的描述 后来他的照片 被转发十万次 大家都很感动 后来他就跟记者讲 他的心 你就心绪 微妙的变化 其实那天一大早 他是兴冲冲的 在西安 他去参加游行的 他就说 我一开始看见 有砸车的 我第一眼看见 我觉得可以理解 就是反日 对吧 后来我慢慢又看见 好像是在机动车道上 砸的 后来又看见 有一个好像法郎 还有个商店 写着丰田造型的 其实跟日本 没什么关系 也给砸了 就慢慢的 他就开始出现变化 到后来 他有点怕了 于是他就到处 找不着笔 你看写的也不清楚 他写了个纸牌子 竖着就说 你们日系车 赶快别往这跑 所以这还挺善良的 我特别要谢谢他 因为我就会日系车 你还敢说 在哪呢 你要领人去 你有拦筒吗 当时因为 这个叫做 也是一张图 叫日本人犯贱在后 我买车在先 过好几年前就买了 当时买的时候 当时有选择 我后来想想的 因为我就在市区开 那么他比较轻 比较省油 对不对 我也不去飙车去 所以就选了那个车 我是因为环保 所以选了那个车 我听他们讲的说是哪 东北哥们就说 砸车 然后就看见了韩国 现代车也砸 说小样 你以为你把那标志斜过来 我就不知道你是丰田了吗 但是 就是我在微博上 也看到一些 我觉得非常 这个顺人的一个景况 好像是在连云港 还是在哪 有一个车主 他是说 我就坐在我的 那个日系车里 然后看见 有人拿拳头 砸我的玻璃 他说 那哥们也挺忙的 他说我拿手机 我就砸他脑袋 然后我打开车后盖 我拿几刀冲着他 说谁敢砸老子的车 老子跟他拼命 有这样的场面 他就是保护他的财产 他其实那时候跟国家 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就是财产是我的 我也是花钱买了的 有的人辛辛苦苦 可能就这一辆车 是吧 碰到这事 他肯定是拼命的 保护自己的财产 那时候跟国与国之间 根本没有关系 但是当然都在说 这个理性爱国 可是我又觉得 这种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你要讲这个 完全的不冒情绪 是不是这近乎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 因为我们是一个 非常感性的民族 我们从理论上讲 爱国是个感性的东西 他本身你让他理性的表达 这事就很难 就有点你去看球赛 你让他理性的表达 这个他没法表达 是吧 一表达就是感性的 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 从根上应该认知 就是怎么样的情况 是一个爱国 我们今天其实 这个爱国是一个 非常抽象的概念 不是像简单的说 我按照北京话说 我打压的 我就是爱国 这不是这样的 对 我你看 就是 就是我可以跟你说说 那几天啊 我这作为一个 谨小慎微 或者说有点怂的 这个舆论工作者 我就为什么这几天 我们都不说 对吧 我上个星期六那天 我就在这个西安 我参加一活动 你看你从这就可以变化出来 我一到啊 就知道 那个大雁塔周围 那都是游行示威 然后呢 这个活动开始说啊 说我们这个 这个总裁 有感于这个抗日热情啊 准备今天本来发表讲话 就要钓鱼岛 生岩呢 钓鱼岛 是中国的 但是到傍晚 临到开始的时候 突然又过来说 说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个砸车 说现在我们有点猫着掉了 这个事会怎么样 说咱们今天呀 谁都不准提 就干脆 你看就变了 不提 然后呢 我在街上 是亲眼看见了 三辆 这个被砸的那个车 你看到了 我亲眼看见 砸了好多辆 对 光我亲眼看见的 我就看见三辆 三辆呢 当时就说 当地的这个人就说呀 说砸的时候 警察在旁边看见 警察不管 你知道吗 所以到后来呢 警察主要是不敢管 对 我敏锐的在这个看 各地的新闻消息 我感觉到 就是我自己揣摩 这个警察可能 也出现过短暂的这个错愕 就是不知道 因为事先对于群众反日游行 他们肯定也是有一个调子的 但突然出现了这个情况 后来我看新闻啊 比较早反映的深圳公安 深圳公安就是说抓 对吧 你这个这个侵犯公民财产 就就抓 然后然后到第二天 这个公安基本上就都声明了 就说是这个 这个不能不能这么弄 后来西安也扎了 是不是 就是西安后来打砸抢之后 要是官员来介入了 现在官方已经表态 这事已经表态 所以我当时 我去你知道 要不说我这自私自利的 你知道吗 我亲眼看见之后啊 你知道我第一个印象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说这个管赔吗 因为你知道 对于很多中国收入家庭的人来说 这是他除了房子之外 最大的资产 而我想他们有人说保险公司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地面上的保险公司 赔不赔 一般都不赔 这种险种 这算什么险种 对吧 台风怕都不赔 不要说这个了 他更不赔 这个应该算盗抢一类 盗抢 对对对 你要是逮着人了 你可以说 不过逮不着 盗抢有时候逮不着 盗抢 他这个条款 咱们不是很清楚 但理论上这个算盗抢 就是盗和抢 抢是公开的吗 抢就包括毁 对 那如果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甚至是在警察目击之下 被毁了 最后如果找不到市主 这个损失算谁的 损失算保险公司的 有保险 损失算自己的 肯定算自己 我觉得他有一关子 可跟保险公司打 关键是他保没保这盗抢险 关键是这个 所以我们还是为了抗日大局 个人付出一辆车的损失 也应该可以理解 是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我说我是个比较怂的舆论工作者 我一般要说之前我得看看风势 我说这事能说吗 然后我一下子我看到网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这个扎车的 然后我就看到不管是中央媒体各种媒体好像都在谴责 我觉得这我能说了 可是也没必要说了 他们都说了 但是我倒想到 所以说我想说点不一样的 这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中国人民现在也是表了态了 对吧 说那天徐子东在这的时候 甚至是军事上我们沙盘推演也都推演了 今天正好夜谭在这 我倒要问问你 这个经济 说经济制裁管用不管用 或者说会不会经济制裁 或者说中日之间这个经济上的依存关系 这你给我们传传 现在那个已经经济制裁了 其实是 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制裁 已经制裁 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表现在资源方面 你想想看 我们10年9月份的时候好像是 当时这个因为摩擦的事情 也是那个稀土出口就一下就降了 降下来 中国的杀手锏就是资源 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大宗资源 稀土煤炭 然后呢 稀土下来了之后呢 它可以从别的地方进口 比如从马来西亚那些地方进口 但是它的重稀土啊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泳瓷 瓷性的材料 只能从中国进口 中国它对中国依存度是90% 所以一旦这个中国大规模的扼杀的话 对日本的冲击确实比较大 然后还有 那能干吗 听着呀 还有一个是煤炭 煤炭呢 我们已经这个从七八年以来 每年跟日本关系很好 然后每年跟日本有个长鞋价 我多少煤炭出口到你这儿 我们这个市场上不知道 但是业内都很清楚 每年固定多少价格 谈好 然后出口到日本 现在这个长鞋的会议取消了 就最近 煤炭的会议也取消了 所以你说煤制裁 其实从资源上来看 已经打响了 已经打响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以前呢 中国跟日本之间如果打仗的话 差不多是这个50% 你也上50% 我也上50% 哎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很清楚的 我们刚才在说日本车 日本车这个在中国销量最好的 这个出口到中国最多的是日产 26% 30%左右 然后是这个丰田 然后是本田 这个三大系的车 然后你如果是他日系本身的车在中国产的话 你会发觉 其实你打日本车也跟打自己差不多 就是你打了日本两耳光 你打了自己一耳光 它是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从日本进口最多的变速器 发动机 因为那个东西我们自己就生产不了 然后还有部分的钢板 然后日本的钢材质量好 然后进口进来 其他的我们全都国产化 我们政府有要求 这个全都是国产化的 所以你一杂日本车 60%中国损失 地方政府损失 40%日本损失 大概是这样子 那马先生你说咱们怎么对付的吗 我觉得我们从大的环境来看 它是一个必然的 为什么呢 它有两个结 第一个结是个死结 我觉得中日之间这个死结 短期之内 几十年之内 乃至百年之内都很难解开 是什么呢 就是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当时的隔让 是非常残酷的 除了这个台湾列岛以后 它是把东三省先是这个隔让了 隔让了以后 其实不是我们当时这个这个 那个清朝政府的原因 就是政府已经彻底投降了 那么是这个俄国 德国法国不干 就说你欺负人不能欺负成这样子 所以又把东三省回收回来了 但是台湾作为最重要的一份财产 因为是我们除了我们两个大岛 一个库业岛是被俄国人给弄去了 一个就是这个台湾岛 那么这次一次弄走了多长时间呢 是五十年 那就是到二战 整到四五年 整整五十年 五十年两代人走过 所以台湾的高龄人都会说日语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用日语教育了 如果我们再说不回来 那就全变成是日语 你不管是哪的人 你都是日本教育 你说的是一口日语 那么这是一死结 就是这感情伤害是非常重的 第二个死结是什么呢 就是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呢 他比我们多了一个好处 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一开始问题没解决 就是四五年战败以后 中国没有迅速进入经济建设 先自个打了一个巨大的战争 这个战争的代价惨重 对 就是双方的这个死伤都很惨重 这个不仅仅是那五年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 从四五年到四九年嘛 是重要的后面的修复时间很长 这个是十多年 十多年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呢 日本开始经济发展起飞 而且由于我们跟美国人 把脸撕开以后呢 美国人把这个钱给了他 这是最不合常理的 理论上讲 美国人当时应该在二战以后 把钱给我们才对他 日本是战败国 对于日本袭击过他 按理说他们两个人是不可以好起来的 但是他们俩这一好呢 他的经济迅速就起来以后 他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总量的 这个这个国家 他是老二 我们去年超过的他 对 这总量 这又是一个结 就是从心里不舒服嘛 本来我是老二 老大本身我也不想当 另外我也当不上 所以我老二靠着老大挺好一事 端我们家的中间了 不管怎么说啊 中国人均量虽然低 但总量你也不可 不可小觑 过去讲话 一人一口吐嘛 都咽回你 对对对 所以这个总量很大呢 对他来说呢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中日之间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厉害 其实日本啊 他也是一个瘦气包小媳妇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他钓鱼岛对中国很强势 他在美国这儿啊 其实真的是 我到我会点日语 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啊 他们日本就分成几派 一派是亲美的 另外一派就说 我们受美国人欺负 受到现在了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有自己的技术 或者是自己的东西 你跟他们经济界交流 他们就会说 你看我们日本好好的经济 80年代 非逼着我们日元升职 我们日本经济就垮掉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 他们经济没有主动权的 然后这个金市场 事实上也没有主动权 没有日本 日美安保条约 日本哪有这个胆子啊 他就不说这事了 所以美国人呢 他明着连劝架都不劝架 但是他明摆着拉一篇手 他不用说他就是偏的这事 如果没有美国人来介入呢 这个事就没这么复杂 换句话说 可能都没这个事 美国人的介入是非常 力度非常大的 你别看他老不说 老说我们是中立 我们这个那个 其实他明摆着 他站在日本那边 国防部长 那个帕内塔不来了吗 而且日本有一个 日本自己还有一个心结呢 就是这个他作为战败国 二战以后 他不能发展军队 他会借机发展军队 他没有军队 他永远是虚的 对不对 一个国家强不强 除了经济以外 还有一个实力问题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有 有真正大的军事力量 而且看目前这种 技术的发展 在未来的战争期间 那个军事起决定作用 可能几天就要解决问题 是 这个对日本打击很大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啊 08年之后 从技术上来说 以前我们对日本 依赖度很高 你比如说发动机 什么机器人 都要从日本进口 现在它都可替代了 你们造船业 那个赶上来了 韩国赶上来了 然后发动机 液晶面板 韩国都能做 然后机器人 现在是德国跟日本 两家 我不管你日本的 我买德国的 我宁可贵一点 然后包括像 金币机床 中国人这个搬金件 很差的 我们金币机床 就是生产不出来 中国也能生产机器人 机器人就是比德国 日本差 你没有办法的 价格相差几倍 我算过 大概相差这个 六倍到八倍的样子 那么中国就有便宜 生产不出好的来 我们现在主要的进口国 机密仪器 这个机器人 不是德国就是日本 所以日本这儿一下去 因为它可以被取代 日本这儿一下去 德国人开心死了 德国人肯定小 然后是韩国人也能得力 你说韩国 这个最近三星手机 那么最近像苹果手机 不是iPhone5都出来了吗 苹果很有意思 它是全球产业链 那么这个日本 在苹果里面是很多的 对 那中国也有 中国主要是生产在什么 薄膜 贴膜 蓝牙耳机 这些方面 中国有 你说说都是哪几件 咱把手机都打开 日本的那挑出来 扔了 是吧 那你就玩了 跟他们也去点广告 对 枪枪三转型 广告之后见 红花国色 花好月圆 酱香电饭 红花狼 恭祝全球华人 中秋快乐 核心科技 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稻米营养成分 百分之六十四 在脱掉的米皮和米胚中 金龙鱼以创新科技 萃取富含古维素的稻米油 金龙鱼古维多稻米油 神奇道米油 油中真黄金 马先生你接着说 我就说 这个日韩之间 它是一个死结 它跟我们不一样 日韩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 日本就是大和民族 韩国就是朝鲜民族 他死掐 他的那个抵制日货的决心 是每个人是从内心的 他真的是抵制 所以你到韩国去 你甭想看见日本车 那都不用咋 想咋都找不着 你知道吗 我们就不行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我们的文化要素非常复杂 你比如我们本身 就有朝鲜族的人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种族就复杂 所以中国人呢 很多东西 他不是纯内心的 你比如说 这个韩国人抵制日货的时候 他可以做到这样点 我进这个大楼 我抵制日货 我忽然发现这电梯是日本的 我就宁肯 28楼我也走上去 我就不做了 中国这抵制是不成的 中国这个 不是有一个笑话说 砸日本车 说偷转抵制 一拿拿一个 这个 这相机是日本的 对 就是你要想抵制 我想今天呢 就是日本的经济啊 就日本的东西 渗透到中国的民间 不敢说每一个家庭都有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 为什么 很多公共系统的支持 都是日本的 你怎么去抵 你怎么去抵 我觉得就是要 中国人一定要 练自己的内功 你为什么要买日本车 但日本车最早就是它最省油 对 所有全世界的车 他首先提出来省油的概念 美国车一开始不在乎 美国车 看不见他那一脚 顶你日本车踩三脚 后来发现美国人说 这车买不动 为什么大家都很计较 这事 石油越来越贵 所以他走在前头了 包括现在那种 油电混合的车 油电混合 他做的最好 对 最省油 据说装修一箱的油 能开一个月 我都想买一个 为什么 我说省油吗 这是一个好事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 在本质上超过它 就是质量 但是中国人文化中 不追求这个 中国人追求便宜 不追求好 现在就是还没有到好的 这个地步 大家先是吃饱穿暖 然后再说好不好 然后美不美 所以我最近在看 我在想 你抵制日本货 我们是不是就是 像现在全球产业链 我刚才只是苹果举个例子 其实全球 你想日本飓风来了之后 美国GDP下降了 0.5% 我们觉得很奇怪 怎么日本来GDP 你美国下降 它从日本进口的 这个产业链上的 主要配件没了 所以它这儿就一下下降了 所以我们在想 你要抵制日本货 苹果要不要抵制 你去 与其去抵制假冒的 日本货 吉野家 那他们都在说 打经济战 难道不能打了吗 很难 经济战是可以打 我看我 地图